你怎么说 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了 我毕竟跟他在一起五年 不甘心的呀 不做主播了行不行 不做了 为了爱情咱们不做了 不做主播 可以去考虑 但是始终还是以家庭的温馨为主 生活嘛 生活柴米油盐像土潮 会能 你别跟我绕 你直接说啥意思 我可以就回到家能温馨一点 能熟熟熟无感情力争的 这不是五年你也没要求人家熟熟无吗 不是你跟人家说的要貌美如花吗 是 成英做爱情嘛 恋爱总归恋爱 生活还是 那你咋早不说呀 成熟了 原来是 你啥时候成熟的 你啥时候成熟的 就他一做主播你就成熟了 对 感觉到有个意义了 那他是煮锅呀 那是煮锅呀 真是 这不是把你给煮熟了吗 你就这意思是吧 这个是你 可以一个借口离开他了 是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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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借口 也是经过身色熟虑的 那你直接跟人说分手啊 是 说了 不接受 不接受 为啥不接受呢 我说了 我俩都在一起五年了 然后父母 你说了有啥用啊 人家不要你了呀 啥孩子 凭啥不要我 啊 凭啥不要你 告诉他 凭啥不要他 说 就觉得没有温馨了 回到家里乱糟糟 没有心情 也 压力也很大 买的一些很多东西吧 都是就相当于花瓶 中矿不容用 比较浪费 所以说有很多 很大的压力 在一直 就是这么 影响着我 所以说我的态度就是 就是很难改变你了 因为你走到这条路上 可能你会 有更多的成就感 但我 绝对是 接受不了 我买那些东西 不也都是你同意的吗 但是我现在 自己也能挣钱了 我就不需要你 再给我买了呀 他那个话 我直接翻译给你听 我养不起你了 是吧 有点 那我也不用他养了 现在主要是 不是 问题 你走那一条路 我还不接受 是吧 对 他找一个 你认为正经的工作 还分手吗 也出去挣钱 但是是你认为的 正经的工作 还分手吗 可以考虑考虑 可以考虑考虑 是啥意思 幸福真正的能改变 你需要他改变的是什么呀 是换个工作呀 还是有什么改变 你把它说清楚呀 我最后的结果也是 就现在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没有太多了 我就怕影响他 晚上我也养不起他 就明白了 就我穷了 我没钱了 对 啊 嗯 嗯